国际上的最新消息带来关心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日前 在素物艾布恩空军基地参加指挥官会议 提到如果台湾和大陆开战 他将会选择保持中立 杜特蒂他表示说 只要他担任总统期间 菲律宾在两岸的议题会推迟中立的态度 因为他认为菲律宾的武力 不足以对抗大陆强大的势力 不过当地才刚受到强台雷一重创 台湾也派了两架的运输机支援菲律宾 而另外反观人口只有280万的立陶宛 却是勇于对抗北京 上个月曾经访台的议员萨卡利埃内 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 强调面对民主跟人权的侵犯 是无法对此保持沉默的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